本赛季青岛海牛前27轮总计斩获26个积分 坐镇主场抢到了其中的23分 上门挑战这样一只主场龙 天津金门虎虽然缺少了队长盲球鸣和主力中尉韩鹏飞 但球队在客场并不保守 仅仅14分钟便由安多哈尔利用脚球机会攻破了海牛队的球门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西班牙中尉连续两场比赛为金门虎首开记录 而球队取胜的结果 也弥补了安多哈尔上轮对阵成都冗城时 个人进球金门虎却没能全取三分的遗憾 这场比赛我们踢得非常完整 无论是在进攻段还是防守段 我们踢出了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 就跟主要连赛前跟我们讲的所有的细节一样 要展现出我们球队的这种精神面貌来 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战术方面 还是在我们亲战方面 我们都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面 此一役之前 倾倒海牛因大连和南通两个竞争对手双双输球 而提前完成了保级任务 这让海牛队本场比赛替得格外开放 相应的天爷金门虎也利用对手想要颁平比分的心理 获得了不少反击的机会 这其中最为让人眼前一亮的 无疑是刚刚完成了中国男足首秀的谢维军 时隔五轮联赛 小谢再次被唯一首发重任 出现在了右边峰的位置上 而从他在对手两名球员的贴方下 依然凭借个人能力打入的这类进球中也能看到 经历了国家队的历励 谢维军在技术和对抗 特别是自信心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除了谢维军的不俗发挥 天津金门虎此意更让人欣喜的是 风险球员们的火力全开 贝里奇一传一射 替补出战的罗萨同样打开了进球账户 与上赛季的26场4球相比 贝里奇本赛季已经交出了26轮9球的出色打卷 且最近五轮就贡献了四个进球 斯洛文尼亚中锋的终结能力和进攻效率的显著提升 无疑成为金门虎走出赛季中期 一度联赛九轮不胜低谷的重要原因 至于罗萨 他本赛季的六个联赛进球 也远超上个赛季的两球 各场4比1击败青岛海牛 天津金门虎迎来了本赛季单场进球 和竞胜球最多的一场大胜 但美中不足的是 球队的防线依然需要敲响警钟 若不是门将方敬奇多次的精彩发挥 青岛海牛此意绝不止仅有一球入仗 最后两轮金门虎还有主场对阵上海申花 以及客场挑战南通之云的两场比赛 申花志在三甲 南通需要保级 天津金门虎想要超越上赛季第八的排名 还不能掉以轻心 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 只有12分的深圳队排名垫底 同身前的南通之云和大连人相差7分 虽然身足少赛一场 但这局球队已经17轮不胜 其中迟到16场败仗 本轮客战成东 不拿分就将提前降级 而大连人和南通之云两队 谁会陪身足去中甲 也成为保级大战的最后悬念 本周末进行了第28轮联赛 大连人队在主场1比3不敌武汉三镇 大连球迷的心情也跟着多远转音 在忐忑中观望南通之云 主场与上海申花的比赛 好在以入围三甲为目标的申花 没有掉链子 以1比0击败南通之云 大连队得以保留 目前看来微不足道 但是在赛季结束时 可能重达千军的战略优势 联赛28轮过后 大连人与南通之云的战绩完全相同 均是三胜十平十五负 即十九分 但根据中超联赛的排名规则 红分球队之间参照相互战绩 决定最终名次 所以本赛季两回合对阵南通之云 取得一胜一平的大连人 排名靠前 暂列第十四位 换言之 如果踢完三十轮 两队仍然同分 那么大连人就能因相互战绩占优 直接将南通之云挤出中超 最后两轮比赛 大连人先要做客青岛挑战海牛 莫伦在坐镇主场迎战上海海港 南通之云也是牵客后主 分别对阵梅州客家和天津金门虎 就对手的整体实力与求胜欲望来看 由于海牛海港 以及梅州和金门虎四对之中 只有还要争贯的上海海港 仍有较大的成绩压力 所以同大连人相比 南通之云的赛程难度相对简单 而如果海港能在下一轮 与山东泰山的正面对话中拿分 提前一轮问顶 那么最后一轮做客大连 海港队恐怕也不会使出全力了 值得注意的是 本赛季的第一循环较量 大连人对青岛与海港 南通之云对阵梅州和金门虎都收获平局 无疑让两队之间的竞争更加扑朔迷离 但根据计算 大连人与南通之云最终的积分 可能出现25种情况 其中的15种都是大连人能够保级成功 占比达到了6成 所以主动权目前还是掌握在大连人的手中 站在南通之云的角度 即便球队全力抢到最后两场的胜利 但能够保级还要看他人的脸色 特别是下一轮比赛 既要盼着大连人在与青岛海牛的比赛中 少拿分甚至不拿分 也期待山东泰山能够击败上海海港 将争冠大战的悬念延续到最后一轮 因为一旦如此 大连人恐怕很难抵挡 只有赢球才能保住冠军的海港 这样一来 南通之云也就有了可以逆风翻盘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